接下来我们有请40位女孩出场 好 大家看到呢 咱们这40位女孩呢 梳的是同样一个发型 然后呢 穿的呢 也是同样的衣服 如果你站开一定的距离 看她们的时候呢 好像都挺相似的 在她们手上啊 拿着这个信封 信封就是她们小的时候 跟父母合照的全家福 那么待会我们选手挑战的 最后的结果呢 也是通过这个信封的全家福 作为验证的依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咱们 托马斯 优德霍布教授 为选手出题 有请 我们请客主把嘉宾所选的这个题放到观察区 好 那么观察区现在放的就是我们嘉宾为选手选的照片 那么艾利克斯 接下来呢 你要到观察区来观察这一对夫妇的照片 然后在40个女孩当中呢 找到这夫妇的女儿 并写下她的编号 而小杜呢 我们待会会把一对夫妇的合照呢 传输给小杜 两位都对规则有所了解了吗 艾利克斯 yes 操作 听清楚了 好 没问题 用到时刻 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有关 《余 Active てien》 《战依诚》 前面我们的挑战中间 我们匆匆那年的那个挑战 是跨年龄的识别 因为我给你小时候的照片 让你预测长大的样子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跨代的识别 我只给你看到父母的照片 然后要你识别出来 有而现在的样子 的确相貌是来自于父母 但别忘了 有些面孔特征会遗伤下来 有些面孔特征就不会遗伤下来 你怎么才能从父母的面孔上面 提取出相关的信息 然后在你大脑中间融合出来 然后找到最匹配的答案 就这挑战所在 这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 这个项目在我看来是不太容易完成的一个项目 难度非常高 尤其是对人和机器双重难度 它的推导前提是父母两个脸 究竟两个人身上的特征点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交流和变化 真的是没有一定之规 至少人类和机器 都没有找到这个明显的规律 只能够凭着模糊的排除比对 才能够有可能接近它 所以非常好 这不是很熟悉的技术 这不是很熟悉的技术 因为我的技术技术是记忆 所以当我第一次过去的女孩 我看到了一部分的父母 或者一部分的妈妈 和很多人 大概一半的 所以我已经有十多数字 写在第一批 然后我试图它 从第二批 和第三批 我找到特别的东西 试图解决定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有请40位女孩出场 好 大家看到呢 咱们这四十位女孩呢 梳的是同样一个发型 然后呢 穿的呢 也是同样的衣服 如果你站开一定的距离 看他们的时候呢 好像都挺相似的 在他们手上啊 拿着这个信封 信封就是他们小的时候 跟我们合照的全家服 那么待会我们选手挑战的 最后的结果呢 也是通过这个信封的全家服 作为验证的依据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有请咱们 托马斯优德霍夫教授 为选手出题 有请 谢谢 谢谢 谢谢教授